北京时间14日下午,2018年燕尼亚运汇男族乔组赛,C族首轮打响,U23国族对阵东帝问U23,从双方整体实力上看,中国对站之优势。 此外,东帝问整体年龄要比中国队小,最终,中国队6比0击败东帝问,取得开门红,对站东帝问,中国队在各项数据上,占据全面优势,成为中国队门将几乎没有什么善警的机会,可见东帝问的警空又多差,从防守上看,东帝问也显得有些业余。 第四分钟,姚军胜开出开出脚球,张玉宁禁区内高高跃起投球破门,中国队取得梦幻开局。 第十九分钟,东帝问球员起为出现失误,张玉宏便轻松电视破门。 第二十七分钟,张玉宁投球百度助攻高准一投球破门。 第三十三分钟,邓航文转中,助攻为舍豪破门。 第三十六分钟,姚军胜世界破破门,下半场开场后不久,高准一电视破门。 看了中国队的表现,有球女敢看说,没想到国足也能越菜。 其实,说到东帝问,也的确是一只肉侣,经常吃到惨败。 不过他们也有辉煌的时候,去年的U23亚洲被预选赛。 东帝问U2310比0的比分比平韩国U23,爆出了一大冷门,说明这只球队也绝不是什么业余的球队,还是有一定实力的。 跑开对手不说,本场比赛,中国队多点开花,攻榜两端做的都不错。 更重要的是,这是一场小组赛,劳动了不少的竞胜球。 细节,U23国足,6-0东帝问,有谁注意到这位老人? 在国足大胜东帝问的比赛中,有谁注意到看台上的这位老人? 中国国家队组教练李皮。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,李皮在结束假期后,就直接前往了印尼,主要考察几名国奖的表现。 为2019年的亚洲杯做准备,同时,也为根据比赛的情况,对马达洛尼提供一些临场的专属帮助。 太敬业了,本届亚运会,中国队派出了U23这个年龄段几乎最强的阵容。 小组对手中,除了东帝问之外,还包括了叙利亚和阿联球。 小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,因此,对中国队来说,比赛需要一场一场打。 虽然大胜东地万不足起,但也能提升球队的信心,面对叙利亚和阿联球的时候,也能够有所帮助。